佛王 佛祈祿 佛祿 佛祿 祂祷 祖祿 佛祂 然后我们下面就是要正式的讲这个 它前面是共通的范园 后面就是讲各自的范园的部分 那么什么叫各自的范园呢 就是说 18条 它不一样的条件 就好像这个法律一样 每一条不一样的条件 在这边先解释一下 刚才前面讲过 有个叫做国王五定罪的 大臣也五定罪 然后初学者初行者 他有八定罪 这个大家不要听到 国王好像就只有国王会犯 大臣就只有大臣会犯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定罪 因为它的这个名称 它是依照各自容易违犯的原因而去分的 也就是说国王他比较容易犯这五种 大臣他比较容易犯这五种 但是也一样可以全犯 也就是说大臣也有可能犯国王的五定罪 以及初学者的这个八定罪 其他的也一样 初学者你哪怕不是个国王 你也有可能犯国王的五定罪 或者是这个大臣的八定罪 不是说因为你不是国王 不是大臣就不犯戒 不是这个意思 那同样的还有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我们在这边 这个虽然龙树 龙树菩萨的这个圣官派 他讲到的是有十八条件 但是实际上 只能归纳为十四条 因为其中的原因就是 大臣的五定罪当中 有前面的四条 跟国王的五定罪的前面四条是体性一致的 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他没有不同的这个 没有不同的界或者说没有不同的罪业 所以名称上面分成了十八条 实际上等下再讲的时候就知道 实际上真正来讲的话只有十四条 就是国王的五定罪 然后呢前面四条是一样的 所以大臣那个的话就不用再讲了 就讲大臣的五定罪当中只有一个 是跟国王五定罪不一样的 这样就六条 然后再加上出行者的有八条 这样总共加起来 实际上就只有十四条 但是在戒律上面来讲的话呢 它是分成了十八条来分的 第一个国王的五定罪 第一条罪 第一个根本罪叫做 掠夺盗掠三宝的财物 这个是指自己 就是国王 国王比较容易犯 国王自己或者是教唆他人 去窃盗 窃盗或者是抢夺三宝的财物 那之前 可能我在讲哪一段忘记了 反正我都跟大家可能介绍过 我们在讲佛教的戒律的时候呢 有一个东西 就是藏文里面叫 Jir Samba Jirwa Tath 就是说 基本的G 它的这个 可以叫做事物或者是对境 然后Samba就是它的意乐 或者是说它的起心动念 Jirwa呢 就是说的掐的夹形 它的行为 Tath 就是它究竟 这四个条件 一般来说都会从这四个方面去考虑跟分析 它到底是否是犯圆满的 完整的这条罪业 还是说它只是犯了其中的部分的支分罪等等 那么 所以我之后 后面每一条 全部都会按照这样子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这个 这个掠夺三宝财物 它的基就是对境 物主是必须要是三宝 就是说佛陀本 释迦牟尼佛本身 当然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或者是佛像也算 那么教法 正法也算 四方身重也算 就是三宝 其中呢 这个物主如果是身重的话呢 如果它是凡夫生 也就是说大家都没有见到空性 都是这个轮回当中众生的这种凡夫生的话 必须要四位比丘以上的僧团 才能够称之为僧宝 所以必须要四位比丘以上的集体共有物 那么如果是圣僧 圣僧的话 这边包括小圣的圣僧跟大圣的圣僧都算 不管是阿罗汉还是福沙 只要他们正物空性的这种圣僧的话 一位就算 因为当然小圣跟大圣的定义不一样 但不管怎么样 他们是圣僧的话 一位他就会称之为僧宝 所以呢 如果物主是这个当中的 我们刚刚讲的三宝物 并不是说三宝都是才可以 只要是其中一宝就算 不一定要三宝具足 不管是佛宝的 还是法宝的 还是僧宝的 都算 那么他所取的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叫物主 就是说他的 拥有者 一定是这个三宝 再来 所取物 就是说他所取的东西呢 比方说 我们刚刚讲的 因为这个佛陀本能 释迦牟尼佛已经释现涅槃了 那么只有可能就是比方说 供养佛像 塔庙 或者说供养这个 他的财物 那么这个部分只能像是 佛宝所属的 那么法宝所属的话 就是像 经论 教法 以及讲法者 他所使用的资具 他所使用的 比方说 他讲法一定要用的麦克风 或者说他讲法一定要用的一些东西就算 那么 深重所拥有的资具 比方说 他的田地 我们讲的不是单一 是指这个四人以上的生团 如果 当然那个圣森除外 那么 那么四人以上的生团 比方他的田地 他的房舍 他的车子 他的饮食等等的 随意的物品 那么 关于 限量 在 不管是我们 比野拖戒当中的 居士戒 还是出家戒 不宜取 这个部分的戒条 里面是有一个限量的 藏文应该叫 Gashabana 就是 以前过去的印度一种贝壳 他们的这个量 那么有一些 看部门 他们的后来 经过他们的算法 好像大概是 50块 的这个价值 超过这个价值以上就算 但是呢 在我们菩萨界当中 如果按照 这个大成就者 罗钦翻译大师的观点来说的话 物质的大小 不论它的价值 多大多小 都犯 那么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说 在 别野拖戒当中的 这个不议取的话 它还有一个 地方的差别 就是说 必须要是 这个 物主 它有执着 假设 在不议取的 这个戒条里面 我们讲的是 这个 别野拖戒 这个小 居士戒也好 这个出家戒也好 假设 物主 他已经放弃了 这个东西 反正我就讲当作 比方说我丢了一个东西 丢了一个钱包 然后里面呢 有价值一千块的台币 但是我觉得 无所谓的 让谁捡到就给他吧 我已经放弃了 对这个物体的执着 我不觉得它是我的 那么后面的人 捡到之后 他据为己有 他没有还给我 这样子的话 它算不算不议取呢 在小吃的经历来说 就不算 因为它已经属于 无主物了 因为这个本来的 原有者 他已经放下了这个执着 就好像已经 比方说 例如遗产继承 他已经放弃了这个继承 那么之后的话 他在得到之后 他虽然是捡到的钱包 他没有还 那么也不算的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比方说 某个人夹要给乙方钱 但是他没有通知乙方 他透过丙 转交给乙方 那么这个钱呢 丙自己吃吞掉了 没有给乙方 乙方因为他一直不知道 他有这笔钱 那么这个丙方 就是第三者 他吃吞掉了这个钱的这个人 在乙方还没有产生我值 说我有这笔钱 他不知道 不知情 没有这个我值的情况之下 他就不会犯这个戒 因为他这个时候 等于属于无主物 这个虽然甲方已经失了 可是乙方并没有得 他没有得到 这个是我的东西 这样子的一种 执着跟占有的心 因此这个第三方 他这个时候 去不与曲的话呢 是在比解脱戒来说的话 算是不犯戒的 但是菩萨戒来讲的话 犯 就是以菩萨戒来讲的话 不管这个物品 他有主 这个物主是否有执着 他是不是把它 想成是他自己的了 都会成为范园 所以这个部分跟小乘的一些 别人托戒的律仪是不一样的 那么能道者 就是说怯道的人 他一定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如果他是一个僧人的话 假设他是一个僧人的话 他必须要不属于僧众当中的一员 也就是说这个世人以上的僧团当中没有他 如果他自己也在这个僧团里面 这样子的话呢 他不算犯重罪 就是因为某一个条件不具足 所以这样的话不算犯重罪 发心的话 当然这个想法 发心的意义这个部分的话 第一个就是对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个基 就是这个事物的对境 等等方面的认知无误 所谓的认知无误就是说 如果他本来是想要偷 或者说想要不予取 拿的是 造佛像的钱 结果呢 他错拿成了深重的钱 这样就算是认知错误 或者说他本来是想要 比方说有一个团体在办一个活动 他本来是要切到A试院的钱 结果拿到了B试院的钱 这样子的话 因为认知错误 这个也会不算 所以他对基无误 认定无误就算 但是这个情况是什么呢 如果说他是有鉴别的 就是说他有指定性的 指向性的 我只是要偷A这个东西 然后偷到了B的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算 可是如果他没有鉴别 也就是说我只要偷 我只是要偷 反正偷到谁的算谁的 无所谓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只要他的总量当中的钱 有三分之二以上 是属于三宝物的话 就会算犯戒 所以我们这边讲 就是如果出现错乱 索取的财物 与窃盗者的最初的发薪 不一样 那么就会不构成本罪的犯源 那么发喜心是说 他知道这个三宝物 并非自己能够做主的 然后发心想要让 这个东西离开本来的物主 这个就是发心究竟的 但是如果他是以 我们要讲 在菩萨界当中 心是最主要的 所以呢 如果他是以一个菩提心的设置 他是以一个慈悲心 发愿利益有情的缘故 做不宜取 那么就不会犯根本罪 就是这个罪就不会犯 那么如果他自己 知道属于 身重的成员 他知道他自己 是属于这个身团的 而同样取这个 身重的财物的话 也不会犯本罪 但如果他不知道 他自己在这个身重的行列当中 而去取的话 也会犯本罪 也就是说 他这个时候 很多时候是以心态上去安利的 不是以实际意义上 是否在这个身团当中 去做这个安利的 不是做决定的 也就是说他以心念上 如果他实际上 已经在算了这个身团了 可是他自己不知道 然后去拿就算 所以不是以事实为依据 而是以他的想法 观念 这个时候 他的发心 这个为依据的 加行的话 就是他的这个行为的话 就不用太多解释 不管是自己拿的 或者是叫别人拿的 全部都会算 究竟怎么样叫圆满呢 就是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他因为没有所谓的 数量的关系 所以并没有一个 超过多少价值以上 才算达到 但只要是将这个所盗取的财物 作为自己的想 已经达到手了 这样子的话 就算了 就是他的这个戒 本罪就已经圆满 那么因为根据他所取的财物 属于佛宝 法宝 还是身宝的关系 他这个罪又可以分成了三种 作为这个三种根本罪 总而言之 这个在很多 不管是极天菩萨的极学论 还是梵王经当中 都会有对这方面的 这个戒律的这个介绍 好 下面再讲第二条叫做 第二个根本罪叫做舍正法 什么叫舍正法 就是说舍法罪 毁谤三寸所设的一切 教法或正法 说他不属于佛法 或说他不是获得解脱的方便 那么受戒者 就是受了菩萨戒的自己 自己舍弃 或者是让别人舍弃 都犯这个舍正法的罪业 这个罪 很多 看部啊 格西啊 仁波切啊 很多这个师父们都开始 是当今社会 最容易最容易犯的 很多 因为现在的这个讯息 资讯太发达 所以大家很多时候 就会有一些 在我们知见不正确的时候 会有一些误判 或者说有一些 盲从的这种行为 首先我们讲这个基是什么 它的基本的这个条件 或者说它的这个对境 叫法方面是属于呢 就是三寸 或者就我们尼玛派来讲的话 九寸所包含的一切的 叫点都算 正法方面的话 借定会三学 或者说大乔 乘五道所设的这个道地啊 灭地的这些一切法都算 叫法跟正法 那么发心方面呢 对姬无误的想 也就是说 他知道 所想要诽谤的这个 叫法跟正法 并没有错乱 就假设他想要诽谤的 是心经 但是呢 他错乱的 他误以为这个心经 不是心经 是另外一部经 这样子的话 这种错乱 就会 这个条件 就会